你好 政治揭露 喂 大家好 這段影片播出是1月20日的 昨天我想最大的新聞就是1月19日 就是垃圾徵費要推遲了 其實已經是第二度的推遲 原本政府說要2023年的年底 沒有說明哪一天 但是到他差不多要公佈 二、三年的年底 某一日要做的時候 發覺不行 那就推遲到4月1日 但是現在呢 當然就去到臨近4月1日 還有兩個多月的時候 太多人罵了 可以說用東張西網的形容 就全城一起罵爆 罵爆了不夠三個星期 踏入2024年 那政府就決定 氣兵毅革 將4月1日推到8月1日 其實這件事呢 很明顯呢 政府呢 或者是 我想呢 環保署呢 基本上呢 是難辭其咎的 等一下才會說我的立場 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我也想跟進一下 關於正新書院的五千萬詐騙案 有東西可以跟進去說的 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呢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 留言 讚好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呢 會一天的十二點鐘 或者晚上時候呢 看看有什麼片出啊 喏 喏 首先呢 我們先講講一個副題先 喏 喏 因為這件事呢 我覺得真的挺奇怪的 喏 有個YouTuber呢 叫床哥 就準備要做駐校社工 那麼呢 他是去到 入學校做駐校社工之前一天呢 他就是開live呢 是直播 在直播裡面呢 就不斷講粗口啦 跟著講他 賄聲賄影 去講他怎麼嫖妓啦 喏 其實這樣講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這個風氣是很差的 喏 就是這個社會 就是 我覺得嫖妓這件事呢 你一定是有人做的了 也都不會贊成這種行為的了 但是你有這種行為 為什麼要公開給人知道呢 那當然呢 有網友跟我聊天就說 喂其實當初呢 就是社民連帶出去一個這樣的風氣 我曾經恥笑 有一個叫做傑斯的人物 在黑暴時期間收了很多黑錢 但是我就說 傑斯就叫雞傑斯 因為傑斯呢 有個朋友叫刁文牛 總之呢 賣Radio 一創立 跟著呢 後來跟人魔合併 後來再 2013年去翻臉也好 其實呢 其實長期以來呢 他們也有一個節目 叫做呢 戰男俱樂部呢 是說他們呢 社民連的黨員啊 怎樣喬雞 在哪裏 就是說食評啊 在哪裏找到什麼 什麼菜式啊 什麼類的東西啊 這樣 其實這種文化呢 真的是黃絲文化來的 你不要說我什麼都放在黃絲那裏 那我都說出處的了 那但是這條仆街 他夠膽入學校做社工 他說他不斷說他怎樣叫雞的話 那就是說 是不是他會教 那些同學仔 那些未成年的小朋友 教他們怎樣做雞 或者介紹他們去做雞呢 這樣的人當然是炒啦 跟著他現在 就說 吵喔 說現在他又受到一個不公平對待喔 我說 你那些黃絲真的很辣無恥喔 你做社工 你個人喜歡嫖妓 你喜歡接觸一些未成年少女 你輔導他之餘就順便 引劃他們去 和你有性交易 那我沒辦法啦 香港的社福界 那些人當然是這麼誇張的啦 是不是啊 等於我說正薪 我說正薪基本上是個雞鬥來的 因為呢 2009年已經開雞鬥的了 這堆全部都是全家產來的了 啊 就是呢 陳少卓 英俊嘛 胡蘇生都英俊嘛 是不是啊 那這個 這個仆街 掛著一個基督教名學 招搖撞騙 跟著呢 又搞學校 是不是啊 正薪書院是一家中學來的嘛 跟著裏面 又有個匯基書院的 什麼校長啊 那些支持他嘛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我告訴你 社福界 教育界 是徹底墮落的 你說剛才說的社工 說入學校之前 明目張膽講喬妓 可能他們根本 那些社工就很喜歡喬妓的啦 接觸得未成年少女 是不是啊 他們有問題的 那就更加介紹他們去做雞啦 或者自己享用啦 社福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課識 我有權這樣懷疑 行不行 不過我講一下正薪書院 正薪書院呢 Sorry啊 其中一個被捕的傳導人 李永雄 其實他就說他是橡皮圖章 他不知這麼多事情 他勸過正薪書院呢 不要這樣亂來的啦 什麼什麼什麼啦 其實這些 真的挺無恥的事情 我覺得 因為呢 你現在出了事才說 哎呀你勸過正薪書院 不要這樣 去 去就是 詐騙這樣 是說牧師來的 77歲 但是其實一句說完 我為什麼要信你們這些教會中人呢 我是天主教徒啦 但是我是新教出身啦 我是很熟悉新教教會裡面的運作 我一向覺得你們這些傳導人 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 因為新教呢 就有幾十萬個山頭的嘛 不是我天主教呢 是一個教廷 啊 浪費了香港天主教教會 都管理了的嘛 這麼多個山頭 自然容易就是被別人 殺你弄沖的啦 大哥 現在你說不關自己的事? 咦? 另外啊 昨天我說過啦 我說蘋果日報 和正薪書院的關係呢 很可疑的 2009年 是 一周刊爆到正薪書院和陳少卓 PK的 但是後來之後呢 突然間 很多人出來加持說正薪書院沒問題 那就沒事了 現在呢 有個這樣的點文 陳少卓說 他說他多謝 這一個的蘋果日報 那我讀一讀一下 如果有朝一日呢 正薪醫院呢 真是因為經濟原因而結束呢 都幾可惜 那就說了一句廢話啦 那就感謝蘋果 香港蘋果日報 說中重大 但是正薪書院目前的經費呢 僅夠呢 付五個月的日常營運開支 這些全部是廢話啦 現在查到是假的啦 感恩上帝 說完說謊 都還要感恩上帝 這些是涉俗的了 我認為 讓我們齊身共度時間 目前呢 我和一些同事呢 自願減薪三分一 這些是假的啦 騙了五千萬 就說減薪三分一 及一半不等 即使呢 家庭負擔較大的成員呢 有選擇十一奉獻形式 將薪金一成捐給學校 這段說話全部都是假的 就是沒有減過 人工 甚至騙了很多錢 我們今天推出呢 做學計劃 捐苦接連 期望有三千人 什麼什麼 說完那麼多 來講呢 就是說 蘋果日報呢 有幫過他們 那你說 2009年爆他大禍 為什麼2020年會 蘋果日報 幫政新書院呢 那就是說 其實他被肥佬禮收編了 做了很多骯髒的事情 洗黑錢也好 販毒也好 開雞蛋也好 接著現在收了黑錢之後 要處理 要走老 那就搞個假的籌款計劃 跟著就 借這個東西 洗完一個黑錢 轉走些錢 去到英國 就過得海就神仙了 因為英國最出名的呢 就是國家不理 外面的錢怎麼來 是一個洗黑錢中心來的 一向 英國倫敦是這樣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不如說回 垃圾徵費的問題 其實垃圾徵費的問題 我覺得呢 真的 力氣挺愚蠢的 如果你說看了很多信息 原來香港垃圾裡面呢 我做節目的一天 1月19日 屈永賢說 有理說得清裡面 其實香港很多垃圾呢 我想四成左右 他說的數字 就是來自於廚餘的 就是說呢 香港很多垃圾呢 都是來自於食肆那裡來的 那就是說呢 現在的食肆呢 究竟有沒有足夠的廚餘機去處理 跟著呢 處理完那些垃圾 有沒有可以 適當的方法 減少垃圾量 如果譬如說 有一部廚餘機 跟著都扔下去 不是垃圾徵費的處理方法 你知道垃圾徵費的了 他買了很多個袋子 那如果你說 如果那些垃圾 那些廚餘 沒辦法去recycle 去回收 變成了 你真的知道 如果你說放進廚餘機 變成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拿來耕田也好 拿來什麼都好 那些不是垃圾來的了 那些已經recycle了 是不是 等於有個概念是這樣 我拿著紙張扔下去 紙張上 我就不是去 去製造了垃圾 而是去了recycle 那裡自己慢慢處理那些紙 是不是 膠啊 鐵都是 其實廚餘都可以recycle 可以回收的 但是香港政府 原來是從2014年開始 就對廚餘 做了廚餘機 放在公屋那裡 就說去試驗 試驗到現在2024了 足足十年了 接著呢 現在還繼續試驗 其實你現在環保處 那些人是不是騙人工的呢 如果你的廚餘 你說去回收 趕了十年 試了十年 為什麼沒有成果呢 其實如果你說我們 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我們 我家裡不煮飯的 因為 就算我老婆回來香港 探我 都很難說經常煮飯的 但是我們 譬如說買了飯盒也好 又或者不買飯盒了 真的在家裡煮了 都會製造了一些廚餘的 那政府做過什麼 可以讓市民 將這些廚餘 去做recycle呢 我們市民需要之餘 還有那些食肆 我住的私人屋苑 我看著我住的私人屋苑 都有十數間的食肆 無論酒樓也好 十數二十間 其實這些酒樓 這些東西 他們製造了很多廚餘的 因為 可能有些東西賣不完 可能最後 都是擺一擺 不能吃了 要扔了 舉例是這樣 如果你說有一個廚餘機 將他們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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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水分 然後 那些水就排了污去 然後變成了一坨東西 拿來做些什麼 呃 什麼用途都好 耕田也好 什麼都好 那你政府 你究竟 有沒有搞好這些廚餘的回收呢 喂 其實如果你說 哎 你基本上 大部分的垃圾 廚餘就好 跟著你說紙張啊 塑膠啊 各樣東西 全部都 複製了它 那其實 市民就少了很多垃圾了 是不是啊 跟著如果你說搞那些垃圾交到的 已經少了很多麻煩了 但是政府很明顯就還沒有準備好 是不是啊 那現在呢 他推到8月1號 有些說法就是 喂 因為暑假呢 比較方便一點實施 那為什麼不一早就8月1號呢 為什麼不是2023年8月1號呢 是不是啊 如果2023年8月1號不行的 那麼一早就推下去 2024年8月1號咯 推遲一年咯 為什麼又要分兩次推遲這麼醜怪呢 大哥 因為其實 你學期中永遠都是亂的啦 是不是啊 那你8月1號 暑假少了一堆學生 是不是啊 很多事情大家 在暑假裏面 空閒些 就是可能有些老師 起碼有閒些 那你去擺8月1號 我覺得那個時間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不一早 決定就是這件事實施就8月1號呢 對不對 就是說 劉利群 做食環處處長 她不是環保鋪處處長 但是這些事情 她始終都是 她要管理 收垃圾 她的部門 都是要 關於這些環保的事情 應該真的想了很久 但是廚餘這件事 其實政府一直都處理得很差 那怎麼搞呢 所以我認為 政府真的 真的需要改善 但是什麼都好 我又不會叫 謝展環去下台的 真的 真的 這件事 推遲 好過不推遲 這樣 補充一點點 那 政府呢 就搞了一個 綠在區區的 那 有時候你會經過沙田啊 或者經過哪裏都好 經過灣仔 就叫做綠在灣仔 綠在沙田 或者綠在什麼區 一大堆 這樣 那我經常呢 都搞錯了 我以為呢 這些呢 是一些環保組織 這樣 因為呢 我就很討厭那些環保組織的 因為尤其是呢 譚海邦給我印象是很差的啦 什麼綠在觀塘啊 綠在深水埗啊 那我以為 那些環保組織搞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 街鋪裡面有這樣的東西 那我以為是壞東西來的啦 那我原來不是 這個呢 可能我做KOL呢 竟然我對這些東西都這麼無知 我都認的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就是呢 原來呢 陸在區區 就是陸在這個什麼 東區啊 灣仔啊 觀塘那些呢 是政府搞的一個呢 的一些街鋪啊 或者一些收集點 是給你用來做環保的 其實呢 政府呢 可以說呢 做得都挺差的 因為呢 這一個呢 呃 其實我有時候就說 我那棟大廈 下面呢 只有三種分類啦 又或者在街上看到 有些垃圾桶 只有三種分類 就是紫章啦 就是金屬啦 和索膠 那其實呢 原來呢 你走去呢 這個陸在區區啦 譬如說陸在什麼灣仔啊 觀塘都好啦 原來裡面呢 分類呢 就細緻很多的 那裡面呢 就除了紫章啊 金屬這些 就比較清楚一點之外呢 膠 塑膠呢 分開兩種 膠瓶 和普通塑膠 是拆開的 那就是說呢 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大廈和你做環保呢 它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處理很麻煩啦 如果你去到陸在什麼區裡呢 你可以將兩樣東西拆開 那當然呢 我想大部分人 都不會經常去陸在什麼什麼那裡的了 因為呢 但是你會發覺呢 玻璃瓶呢 原來是可以回收的 那我經常呢 都是我在我洞大廈做回收的時候呢 大廈是不肯收玻璃瓶 那所以我把玻璃瓶呢 就當垃圾這樣等 哦原來 因為我找不到哪裡去回收嘛 哦原來陸在什麼什麼呢 就會可以回收玻璃瓶 那現在我才知道 跟著小型電器 省電膽 接著呢 就充電池 充電池 啊 就是那些尿袋如果死了的話呢 可以recycle 我試過那個尿袋呢 死了呢 我不知道呢 recycle 當垃圾這樣 省電膽呢 我也是這樣做 因為呢 火動大廈 沒得回收嘛 跟著我又不知道去哪裡的話呢 那所以我沒有做了 那我這樣 特意這樣說呢 我是提醒大家 可以去這些陸在什麼什麼那裡 但是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究竟陸在什麼什麼 在香港有多少密度呢 這樣 他原來告訴我們呢 回收環保站 可能是一個大規模一點的 就有11個 的 跟著呢 有一個回收便利點呢 加上呢 30幾個 那我數了呢 兩樣東西加起來呢 大約有46個左右 但是現在在區議會的選舉呢 地區直選呢 其實就分成44個區 就有88個呢 地區直選的區議員 就是說呢 現在呢 香港呢 我覺得呢 就應該呢 就叫可88個區議員呢 租個辦公室大一點 做回收點 那就是譬如說 舉例啦 就是我給政府一個 一個建議而已 是不是啊 喂大哥啊 普通可能是紫章啊 金屬啊 索膠那些 我覺得可以不收的啊 那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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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辦事處 但是有些 喂 那些的 玻璃瓶啊 小型電器啊 省電膽啊 充電池 如果 政府是加他們一些 區議員的一些 補貼 現在是10萬一個月 可能加多一兩萬 或者加 總之 政府自己決定啦 那加完一個數 那如果 88個區議員都有88個辦公室 而變成 這些的環保 的一些 回收站 那就是現在 現在有46 再加88 那就有百幾個 如果有百幾個 這些的回收點的話 香港市民呢 就可以把大量的垃圾 就不會亂丟了 盡量去回收 那麼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做垃圾徵費 你這些六在什麼什麼的點 只有四十幾個是不夠的嘛 是不是啊 就是說呢 你有88個地區直選區議員 平均一個 一個區議員 都沒有 要兩個區議員 一個站 但是那四十幾個站呢 其實那些位置呢 比較偏僻或者不夠多 令到我們市民不夠方便 想扔 省電膽啊 想扔一些小型電器啊 四電一路啊 我們扔不到嘛 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做好一點呢 這個呢 我就給一點點建議而已 那麼我覺得呢 等一些區議員 都做完環保了 喂 大佬 給多些錢你租大些地方 做一些某個程度上的回收站 那你跟那些啊 你用藉著環保 跟那些市民多些接觸 那些市民又跑去你的辦公室那裡 丟下一些東西的時候 啊你順便聊一下他們 是不是啊 或者介紹一些東西跟他們聊 那樣 那可能呢 你跟那些街坊 就多些接觸咯 喂 其實一家便宜兩家著的 我的建議 那我先說這樣